美国紧急拨款16亿美元只为抹黑中国 据媒体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高调通过了一个法案 要拨款16.25亿美元用于对中国的舆论战 这笔钱专款专用 用于扶持全球各地所谓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来对抗攻击中国 全世界反华公知都沸腾了 美国这等于是昭告天下媒体 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的媒体 只要你说中国的坏话都可以从这16亿美元当中分一杯羹 真是小刀华屁股开了眼了 国家竟然也会顾水军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法案虽然是刚刚通过的 但拨款覆盖的时间却要从2022年开始算起 美国人真是太会玩了 这是走一个事后暴涨流程还是另有内幕呢 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呢 我们就来说说美国这条专门用来抹黑中国的法律 从字面意义来说是抵御中国的恶意影响 怎么定义恶意影响呢 很简单 他说是那便是 从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 这些指控模糊不清 全靠猜 换言之 即便你深入研读其法律条文 也可能无法明确他所指的中国恶意影响究竟为何物 以及他究竟想要对抗的是什么 说不清 靠猜 有啥好处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说啥就是啥 他想对抗啥就是啥 反正没说清楚 反正说不清 说不清是咋说的呢 比如 只要他们认为存在战略性 政治性 胁迫性的中国海外投资 都是中国的所谓恶意影响 用专家的文周周的话说 这叫过于宽泛 这不是中国专家对这个事情的评语 而是美国专家的评语 这个专家的名字叫做马库斯斯坦利 是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名学者 第二 也有具体的东西 其实这个具体的东西 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关键是投资 你想象不到吧 全世界发展经济都需要投资 世界各国都在创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以吸引外国投资 如果美国对哪个国家进行投资 哪个国家就应该感恩戴德 可是中国的投资呢 中国的投资在美国的这个法律中 被定性为恶意影响 在这个法律当中 特别点明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是他们认定的所谓恶意影响 这样简要的说一下 美国那个法律是个什么货色 我们基本都清楚了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 美国这个法律核心是为了给这件事打钱 有钱才能办事啊 美国人深谙此理 这个法律规定 美国政府在未来的五个财年里 每年拿出3.25亿美元的资金 总计16.25亿美元 16亿美元专门用于抹黑中国 跟中国打舆论战 这就是这个法律的主题 说到这里 你一定很好奇 未来美国人会怎样执行这个法律 没关系 美国人过去做了很多事可做参考 另外 美国人也制定了计划 我们先说计划吧 美国陆军地 以特种作战司令部 2021年时 发布了一份舆论战的作战方案 在那份作战方案中 他们模拟了一个 对抗中国在非洲国家影响力的案例 是这么说的 先需购一个非洲国家的广告牌 上面是中国建设的一个港口的宣传标语 然后他们就行动起来 和非洲国家的一些黑心人士一起 策划抹黑中国项目的行动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挑拨和煽动当地工人 对抗中国的企业 这个方案最后还脑洞大开的这样说 在美国的舆论战攻击下 中国企业不得不撤回了这个项目 然后美军的特种作战部队 冲入中国企业的办公室 发现了中国的设计方案图纸 并发现中国是想在这个港口 部署威胁到美国的远程导弹 这情节基本上就是好莱坞大片式的情节 然后再举一个实例 2020年到2021年间 新冠疫情肆虐全世界 很多人死亡 疫苗成为极其珍贵 稀缺的救命物资 这种情况下 中国向菲律宾提供了一批科兴公司生产的疫苗 然后你知道美国干了什么吗 美国在社交媒体上至少操纵了300个虚假账号 几乎全部于2020年夏天成立 并集中使用中国就是病毒这个口号 其中有一个账号声称 中国的疫苗可能是老鼠药 最最要命的是 你能想得到这件事是谁干的吗 你可能会说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是美国干的 可我的意思是说 你猜得到是美国的哪一帮人干的吗 回答是美国国防部 这才是最要命的 这个行动由时任美国太平洋陆军特种作战部指挥官 乔纳森不拉加力推 请注意关键词特种作战 2021年8月 这人还升官了 升为中将 也就是现在的美国太平洋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 请注意关键词特种作战 美国国防部 美国军人 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亲自下场 拿起了笔 在社交媒体账号上 污蔑中国科兴疫苗 这个要点 我们务必记住 当我们中国人还在认为 舆论战是民间的事 是舆论的事 最多是官方的事的时候 在美国 美军已经亲自下场了 只不过 不是开着航母和战斗机来的 而是拿着笔 在社交媒体上干活的 在美国 舆论战已经是军事 事情如此严重 我想你现在也神经紧张起来了 当然 一个认真的中国人 肯定会想这样一个问题 这事尺度太大了 是不是真的 这么大的事 这么敏感的事 事实一定要高准 即便是面对美国 我们也要实事求是 既不能麻痹大意 也不能自己吓唬自己 那么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请看这件事情 披露之后美国的反应 2024年6月14日 路透社发布独家调查报告 披露了美国国防部 2020年到2021年间 设置300个虚假账号 专门在菲律宾 东南亚等国 污蔑中国的科兴疫苗 两天之后的2024年6月16日 美国国防部在回答 涉及路透社这篇报道的提问时 这么说 美国国防部开展了广泛的行动 包括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 以对抗对手的恶意影响 五角大楼发言人 丽莎·劳伦斯说 美国国防部利用各种平台 包括社交媒体 来反击针对美国极其盟友 和伙伴的恶意影响攻击 请注意 这里也提到了恶意影响这个词 和前面说 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所说的恶意影响 用的是同一个说法 认真品一品 最关键的点在于 他没有否认 这样的是 没有否认就是承认 你看看乌克兰2024年8月6日 打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时候 美国是怎么说的 2024年8月13日 白宫新闻秘书卡里纳 让皮尔说 乌克兰没有提前告知美方此事 美方也没有参与乌军此次行动 你看看 以色列2024年4月1日 袭击伊朗驻利亚大使馆建筑之后 美国是怎么说的 2024年4月2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告诉媒体 美国没有参与袭击 我们事先并不知情 你看看 以色列2024年7月31日 暗杀了哈马斯高官哈尼亚之后 美国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024年7月31日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事我们不知道也没参与 关于美国和他的盟友的黑料 他说他提前不知道 他未必不知道 但是当他自己都不说 没有这件事的时候 你说有没有这件事 我认为这是最靠谱的分析 此外还有辅助性的依据 路透社2024年7月26日 报道了一份五角大楼6月25日 发给菲律宾的官方文件 文件里面说 五角大楼的官员称 美国国防部确实曾向菲律宾人发出了 质疑科兴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 同时承认 他们在疫情相关的信息传递中 犯了一些错误 他们还向菲律宾保证 2022年以来 美军方已大大改善了 对信息行动的监督和问责制度 文件还显示 美国军方告诉菲律宾 美国特工们2021年8月 就停止了有关疫情起源 和疫苗等新冠疫情相关信息传递 这算是铁证如山了 拿出这个例子 重要的不是想说 美国在对中国发起舆论战 在抹黑中国 因为这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不需要再强调了 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 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国会2024年9月9日 专门通过了法案 法案名字叫 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 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法案明确 美国未来五年 拨款16.25亿美元 在这件事情上 拿枪的美军 已经亲自拿着比下场了 具体是由美军特种作战部队执行的 2020年到2021年 负责污蔑中国科兴疫苗的 美军太平洋陆军 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 乔纳森 布拉加 2021年8月 还晋升为中将 升任美国太平洋陆军 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 请注意关键词 特种作战 见过初期 我们曾经这样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 但要防止经不起敌人用 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今天我们套用这句话 中美对峙 我们绝不像持枪 美军低头 更不容丝毫懈怠 让卧比美军得逞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难道任由美国人胡编乱造 颠倒黑白吗 普通人怎么样才能不被谣言迷惑呢 首先 我们必须做到坚持国家立场 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 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 国家强大老百姓 才能有幸福生活 古往今来无数历史 都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看看现在的乌克兰 就是最好的反例 最近这几年 因为美国对华的金融战和贸易战 很多人的日子越来越吃紧 心里很不好受 这是可以理解的 收入不涨 房价阴跌 任谁看了都会郁闷 可这是如何造成的呢 抛开经济发展的周期不谈 美国的恶意打压 在当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有些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 闷声赤着红利 该和国家共度难关的时候 却不愿意了 这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其次 我们还要对那些说 国家坏话的人 保持高度警惕 苏联是怎么瓦解的 一大半的原因是 美国的内部渗透 有些对国家问题大谈特谈的人 很可能别有用心 背后甚至可能已经掺进了美国的利益 对这样的人保持高度警惕 绝对没错 网络水军太多了 长着中国脸 怀着美国心的人 也不在少数 金融战美国宣告失败 舆论阵地 我们也绝不能丢 有国才有家 希望大家遇事独立思考 切勿人云亦云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美国的这16亿美金 注定又要打水漂 收藏